是這種感覺 Hello 大家好 來到Hilda的低碳廚房 今天我們開始之前想說少少一個故事 話說前陣子我去了一個烘焙店 我慣常都會試不同的食譜 我跟店主熟落了 那天他問我 你接下來會拍什麼 我問我接下來會拍一些 農曆新年有關的糕點 他就說好啊 我很期待 尤其是中式年糕 原因是他家人 他媽媽有糖尿餅 但老人家在農曆新年 不能吃年糕 好像是差一點 所以他就說我很期待 所以我今次這個影片 我要送給他和他媽媽的 就是做這個中式年糕 其實材料是非常之簡單 但其實我當中試過無數次 因為我很想它的味道 顏色質感都要跟我們本身的中式年糕很相似 所以今天這個食譜我就送給大家了 好我們先做了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這個阿洛和糖 這個Alolose可以給大家看看 我前面其實有兩個牌子 都是叫做Alolose的 Alolose其實跟我平時用的 羅漢果糖有什麼分別 我想其實味道他比羅漢果糖 會再清淡一些 在烘焙上面 其實多數都會用到這隻糖 這是天然代糖 其實這隻糖 它另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待會你會看到 煮的時候 它是可以煮到焦糖的顏色 但是如果我們用其他 或是阿洛和糖 即是一些羅漢果糖 那些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大家都知道 中式糕點這個年糕 都是有那個顏色在 所以我們今次就會用到 這個阿洛和糖 好了 我們就把這個Alolose 放進鍋裡 要有一點點深度 因為待會我們會煮一個糖漿 好像焦糖一樣 然後就會加入這個 這個是什麼 就是椰奶和無糖的杏仁奶 我已經兩者放進去拌勻 好 我們先煮了糖漿的焦糖 這個步驟也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現在我可以是中火或中大火 待會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溫度會去到很高 待會大家再看到的時候 我再講多些提示 你會看到現在顏色已經深了很多 現在都很大煙 我都說了 溫度很高 但是去到這個顏色其實都還沒得 要等多一會 等它再深色一點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旁邊 待會會倒入椰奶 杏仁奶 其實會撞淡了顏色 所以現在這個都還未夠深色 我們可以再煮久一點 我們現在就可以關火了 我們關火了 輕輕等它沒有那麼熱 你看到很多煙 然後有 bumble 我們現在已經關火了 現在是關火了 略略 待它待它悄涼少少 我們把它加進去 小心點 煮到糖再溶化 因為你看到它現在好像漿著 有時候我們煮東西給家人吃 明知他們可能餵食 尤其可能是老人家 像我遇到那個烘焙店店主一樣 媽媽很想吃 作為子女的 又很想她開心 但又明知一些高碳水 或者高糖的食物 其實對他們的身體不好 與其用很多時間 當然我們都會去 告訴他們 解釋給他們 但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想吃為主 想好吃 今次這個食譜 待會我們用的粉 其實都是無麵粉 所以吃這個 真的會有無罪惡感的感覺 也希望家人會喜歡 可以慢慢接受 原來低糖低碳的菜式 原來也很好吃 這邊我們怎樣處理粉 究竟有什麼呢 就有我們前面這四樣東西 我們就是很熟悉 羊車前紫殼粉 因為我們要去煙韌 這個食材不能少 然後我們會配合我們 剛才是有落椰漿 像椰汁蓮膏一樣 我們就加椰子粉 然後我們就有黃原膠 黃原膠也是讓它可以黏在一起 但是少許份量其實就可以了 要它煙韌和黏在一起 我就會再加上阿麻子粉 顏色方面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們的椰汁蓮膏 其實也是會比較深色一點 最好就是用一個Wisk 拌勻它 因為那個黃原膠很容易就變成一粒粒 即是遇到液體就會變成一塊塊 所以我們這樣拌勻它 那就最好了 剛才那個煮熱的椰漿 我們慢慢加進去 我們的Spatula 就慢慢拌勻 你看到現在好像很多水 吸不吸得完 它是吸得完的 不要少看洋車前紙學粉 我們慢慢拌 拌到那個水分全部吸收完 OK 準備一個焗帽 其實我們是用來蒸的 我這次用了這個長方形的 我倒少許油 用廚紙 抹一抹 旁邊也要 不需要太多油 抹了些油上去 你看到是薄薄一層 不需要太多的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那個 可以把剛才那個蓮膏的漿 放進去 在這個步驟 你會看到其實它的質感 好像跟我們平時吃開的 中式蓮膏本身的漿 那個質感是有點不同的 是正常的 好 來看 錫紙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都很滿 我提提大家 其實都可以 加少許油 用掃 掃一掃 因為我之前試過 它就會升起 然後就黏著 有少許難起模 但其實都OK 但是為了 大家一次成功 就可以這樣做 做法 當我起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蒸爐裡面 蒸大約3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時間關係 但其實都不是時間關係 本身都真的要 預先整理會好些 那就是因為我要放涼 然後可以放進冰箱裡 我們平時蓮膏 都是會沾蛋 然後我們會煎 所以它冷了 其實會比較好些去處理 那我們可以切件 然後沾點蛋漿 你大概不能太多 煎到最多的 煎到最多的 你它按下去 其實就開始 再原生 因為 我們冷的時候 它有點挺身 但煎後有熱力 煙韌的口感就會慢慢出來了 好了 OK了 感覺到軟身 就可以上碟了 這個低糖低碳版的中式年糕就完成了 開動了 你看看它 先試一下 首先那種煙韌 是我很喜歡的 而且它的糖真的很柔 所以吃下去真的很舒服 好似 而且煎出來大家可以看到 賣相好似 質感也好似 但是沒有了那種死甜的感覺 我要加上這個 新銅色用的蜜糖 這個新銅色用的蜜糖 我們現在蘸上去 因為平時我們都會加一些糖漿 這樣吃的 我現在加進去 是這種感覺 那種煙韌呢 那種甜度呢 哇 我自己真的很滿意這個 recipe 因為我真的試了很多次 中間的份量比例 這次這個是無邪可擊的 那我希望呢 我知道的控盤店的店主 和她媽媽 希望他們會喜歡這個 recipe 也都希望大家會喜歡我這個 recipe 那喜歡的話呢 就可以給個like 還有呢 記得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 還要按鈴鐺鐘 我們下次見